僵尸电影是有套路的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出场的僵尸的品次质量 有没有噱头够不够刺激 名头够不够大 毕竟僵尸也是分个三六九等八大类 什么紫白绿毛江 非江游诗 富诗不化古等 而僵尸的祖师据说是盘古族人 僵尸之王将臣 这里最低等的是白江 从非江开始就非常可怕了 而拔都能引发天象异变 猴则进入了魔王级表 拥有与神教阵的恐怖力量 在这里出现的则是一枚血浆 被封在一个醒目的血管里 刺着一口大爆牙的保安队长 在一个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小妖精烈志的魅术蛊惑下 自己找不到北了 非要打开从河中捞上来的棺材 对上面的符纹视而不见 哪怕是打开棺材 看到里面没有东西 还是不死心 从僵尸身上取走了骨葬金钉 这下好了 从河中引来了会各种武功的僵尸 一个个都像是特效加深 时隔这些年 僵尸们也都与时俱进了 也都功夫fighting了 团队的人怎能是对手 还好内地版的九叔来了 再怎么说也是专业的 一顿拳打脚踢 画咒贴符的寄盲卧 搞定 收工 僵尸电影除了大魔王 那还得要看有没有歌舞青春 就是登场的妞儿有没有味道 九叔带着傻徒弟夜宿客栈 这里竟然还有上好的韭菜和师族妇女 必须得来段歌舞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歌舞作罢也得选原型了 有人要问女主呢 林郑英九叔的电影里 女主一个个都貌美如花 勾魂勃魄的 撩拨的人心不要不要 本电影的女主却是有些另类 甚至是调皮 明明哭着梨花带雨 却顺手扯掉了九叔的裤子 还被暗恋她的爆牙妹 堵在了房中 然后最悲惨的一幕发生了 真是三个女人一台戏啊 身处女人堆中 九叔也是一身武功 全无用处 还有重量级的女人 就是保安队长的老婆 一走路 地球感觉都要颤颤颤 一生狮子吼 整座楼都要坍塌 得知保安队长进了宜春院 那就一个疯狂 保安队长的下场可想而知了 那问题来了 女人可以厉害到什么地步呢 什么牛叉的僵尸 她们都能搞得来 九叔啊 靠边站吧 人家都说了 女人可不是一般人能惹的生物啊 毕竟不是人人都是武松啊 此言不虚 物为言之不欲言 人家都看不懂